天津代理书记 市长黄新国被查三天以后 9月13号中午官方发布了消息 李鸿忠任天津市委书记 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 现年60岁的李鸿忠早年当过知青 1982年从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 进入沈阳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工作 后任辽宁省委办公厅秘书 电子工业部办公厅秘书等职 1988年32岁的李鸿忠 从电子工业部空降广东 挂职任惠州市副市长 此后李鸿忠在广东工作了19年 期间于2001年45岁时出任广东省副省长 成为省部级官员 后有主政深圳四年 先后担任过深圳代市长 市长及市委书记 2007年11月 李鸿忠调任湖北省委副书记 先后担任湖北省长 省委书记 至此番履新 上述履历表明 李鸿忠试图履历和执政经验丰富 既在改革最前沿广东工作多年 又曾在内陆省份湖北 担任过党政一把手 并且执掌过深圳这块改革的试验田 此番入京 天津的化工安全问题 经济结构问题 官场生态问题等等 都是其要化解的问题 去年发生的天津港812 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 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 暴露出了天津在安全生产 特别是化工安全方面 存在的严峻问题 今年2月 国务院调查组发布了报告 认定这起事故 是一起特别重大的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报告中 特别提到了天津市委市政府 和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 事故发生以后 天津采取了一系列整改的措施 还曾推出了数次大规模的检查 不过就在黄新国被宣布调查的前三天 国务院安委会第四巡查组指出 天津的安全生产还存在一些 突出问题和薄弱的缓解 国务院安委会巡查组指出的 这些问题如何整改 化工产业在天津的工业结构中占比较高 怎样才能确保化工的安全 这是摆在李鸿中上任之后的首要问题 那么如何以黄新国作为反面教材 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要求呢 虽然现在官方还没有通报黄新国 所涉及的具体问题 不过9月12号他被宣布调查以后 天津市委连夜召开常委会议 和全市领导干部大会 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黄新国 涉嫌严重违纪的教训 以此为反面教材 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要求 自省 自警 自律 管住自己 管住亲手子女 管住身边的工作人员 到9月10号被宣布调查时 黄新国入金13年 主政天津长达8年 特别是2014年12月以来 黄新国代理市委书记 市长一千挑 长期居要职的黄新国 对天津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怎样肃清黄新国的影响 这对新任的市委书记李鸿忠 是一个严峻的任务 同样严峻的还有天津的官场生态 在黄新国之前 天津有两名省部级官员落马 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 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 天津市原副市长银海林 据了解 武长顺和银海林 都跟江苏省委员常委 秘书长赵少林之子赵进有牵连 被称为最牛开发商的赵进 在天津违规开发了数个地产项目 武长顺被报和赵进关系密切 曾帮助赵进摆平了不少事 他和亲属还跟赵进合作 银海林被报为赵进保驾护航 给赵进上改规划的项目开绿灯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4年7月以来 天津的承建系统就有多人落马 其实早在2014年7月8号 中央第五巡视组向天津市 反馈巡视发现的问题时就指出 天津城市建设领域腐败问题出出 天津的官场生态不仅仅是腐败的问题 根据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 武长顺在落马前胆大妄为道 对抗中央巡视组的程度 2014年3月到5月 中央巡视组首次巡视天津 武长顺曾滥用职权冒充中央领导 办公室以给巡视组送输的名义 向巡视组施压 还有媒体说 武长顺与国家安先总局原局长杨栋梁 有交集 上述信息就呈现出了天津官场生态的 一个侧面 如何重塑官场生态实现风轻激正 这也是李鸿忠面对的主要任务 新闻生活 我是熊逸 感谢订阅收听 明天再见